教育部首度举办的数位跨域 创新创意运算思维 学生黑客松 比赛成绩出炉了 苗栗县头粪国中发挥了团队沟通 与解决问题的实力 击败国高中23支队伍 勇夺了中学组的赢奖 108年课纲纳入科技领域以来 运算思维成为国中课程的重要概念 头粪国中积极拟定生活问题 让学生发挥解决能力 日前在创新创意运算思维 学生黑客松全国赛当中 荣获中学组赢奖 我们学生荣获非常好的成绩 我们可以肯定 全校也有余有荣源 自从教育部推动108年课纲 在推动资讯科技教育的同时 不仅我们结合了我们课程的规划 我们在老师的指导 以及学生自身的努力 能够将我们生活资讯生活科技 这两个领域结合起来 然后运用在解决生活的问题 学习者带着手的能力 我们全校也大力的推动 主题发想情境与城市流程编撰 师生利用课余的时间训练 在有限时间以及断网情况下比赛 过程中甚至出现两次失败 依旧拿出成文表现 顺利完成任务 自己需要努力的就是 那时候在练习的时候 我们想出要针对主题想 六个问题跟解决方案的时候 其实联想部分蛮困难的 对 还可以再努力这样 我们就中途有经历 就是差一点做不完的情况 所以很开心 那第一次比赛有没有很紧张 有什么想法吗 就是 呃 因为我是第一次 做这个城市的比赛 所以可能会对我来说会比较困难 不论是克服困难 还是向评审报告作品想法 两位学生发挥团队沟通 与解决问题的实力 指导老师也为之一亮 他们表现比我预期的还沉稳 而且他可以在这 这么艰困的情况之下 然后完成这个任务 那实际上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就是会模拟一些情况 那只是说最后在他们 实际上上比赛的时候 是希望他不管怎样 要把比赛完成 那至于这样的经验 我觉得他们获得的实际的宝贵的未来 对他们来讲是更有 在学习上有更好的一个成果 投分国中科技小将 为苗栗县争光 全校与有荣焉 是师生努力以大肯定 更是校方课程规划的必胜关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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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